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知道 他們可能是要求這個機會 要想辦法 要向總統代算 國外不在籍的人都可以投票 要求這個機會 我現在 就是說他們的原因我是不明 要有合理的解釋可能就是要求這個機會 我感覺既然要求這個不在籍投票 為什麼不能修公投法 我覺得他們對他們有利的 他們就要修 對他們不利就不修 這都是政治算起 我是覺得說這個 不必順來順去 合適現在社會 你從民調大家都知道 就是說這個合適 尤其日本福島發生災變 傷害那麼多人 所以說應該就是要停建就停建 你看民進黨接種的時候 當前總統有辦法就是要停建 那種的佩力 這個馬政府他也認為說 可能就是說 可能他也覺得說現在不好 不知道要交付公道 但他們又不敢負責任 所以說這是不佩力 不佩力現在要交付公投 又來很多的小動作 如果說不在籍投票 是屬於國內的不在籍投票 我沒有 就說我沒有反對 就說你如果修公 要看國內在外面上班 那比說有的人便當 來台北上班 還不可以回答 如果國內在國內上班 人在國內 我感覺好像可以來修反 但如果要修到國外 那這樣未來 比如說在中國經商的 在那工作的 他也不在籍投票 中國他就那邊沒有自由 他不敢 他現在在那投票 他也怕中國政府看到 所以他的投票 決定是受到中國影響 所以中國就變成會影響到 台灣的選舉結果 如果這樣 他們如果算到這樣 我就非常的不贊成 李鴻元那天很明白的講說 就是這樣只要處理 還要修法 應該就會來不及 但是佳麗花今天修改修法 說沒有關係 如果這樣來不及的話 我們公投可以延後舉辦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 那真的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又表示說今天 核四公投是一個政治磨略 現在的不在籍投票 又是另外一個政治磨略 很清楚他的重點就是希望 藉著這一次的一個公投的 這樣的議題 然後把不在籍投票的 整個的修法趕快通過 然後放眼在2016的一個總統大選 所以真的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但是我們要規勸江儀化 不要搞得這麼複雜 也不要扯東扯西 今天公投很簡單 不用不在籍投票 只要公投法降低門檻 就可以解決所有的事情 你幹嘛還要去修一個不在籍投票 然後來符合這個公投 核四公投的時間 何必呢 只要我們現在已經在排定 整個公投法的一個協商 只要降低門檻 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了 委員不在籍投票對他們 有什麼理由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台商這一塊 很清楚就是台商軍警的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都是投票部隊 對啊 如果說今天不在籍投票 不論是他把所有的一個投票所設在哪裡 設在軍中他可以去掌控所有軍人的一個投票習慣 然後他如果設在這個所謂的金門 他說他不會把這個投票所設在這個非本國之內的 那他有可能把台商的投票所設在金門嘛 那金門是不是他可以全面掌控台商的一個投票狀況 所以這個都會影響到整個投票行為 所以我們認為說現在他看到馬英九的民調這麼低 國民黨的支持度這麼低 更會受奧勞 更會受賠勞 所以不要藉著這個不在籍投票的這樣子的一個論點 還有這樣的議題 然後故意要去這個扯完所有的一個不在籍投票的一個修法 我覺得這個是暗度成長 而且就是此地無人三百年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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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